小的时候家里困难 上学高中毕业以后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 是长春市中医药学院 当时很高兴 拿着通知书去入学了 但是到了学校的时候 发现费用不够 利用军训的时间 回来先家里要钱 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 爷爷听到我钱不够的小爷 瞅着我 对我说 你如果要是再年俗的话 咱家就都得要发 我没出声 心想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让家里陷入经济困难 然后就回到学校 万分不舍地退了学 从此以后就跟大学无约了 书没年够 这辈子都没不够书 如果我有机会 还会继续去读书 这是我一生的书愿 这辈子的辣子 接着我 你会继续去读书 找 data 可不如 有什么